9月21号普京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了几个大事 一个是支持乌克兰四个州 公投加入俄罗斯 一个是宣布进行部分动员 动员30万的预备役兵力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俄罗斯领土受到侵犯 将会受到任何武器系统的打击 俄乌冲突打到现在 我们眼人都可以看得出来 俄罗斯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 就是兵力不足 这一次俄罗斯要动员30万的兵力 那么会不会缓解 它在乌克兰地区的兵力的窘境呢 今天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请来的军事专家王云飞老师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30万兵力 是不是能改变乌克兰战场的局势 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 当前俄罗斯在战场的兵力 和总兵力的状况 前期作战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大概最多的时候 说是出动了20万的兵力到乌克兰 打到今天消耗了多少呢 稍一股国防部长的介绍 说是打到9月20号时候啊 俄罗斯一共死亡了5937人 按说这个数字在总的兵力里面不算少 但是大家想一想啊 当年的阿富汗战争打了10年 当时的苏军死亡了多少人呢 13800人 这打了7个月 那这个死亡人数就相当于当年10万人的三分之一了 要这么来算的话呢 其实死亡人数也不少 再说这个死亡人数是不是很准确 还不好说 因为这部分死亡人数并没有加上当地的民兵武装 车臣的武装 以及呢编制外的人数 什么瓦格兰的雇佑民 对啊 这都不算 如果加起来的话 其实不止这个数字 这是死亡人数 再加上伤残的人数呢 按一般的规律 伤残的人数是死亡人数三倍左右 是吧 一比三到一比五 这一算起码已经消耗了两万多人了 而前期作战的一部分人员已经回国休整了 因为作战不可能永远打下去 一般打三到六个月的时候 一定要回国休整 所以大家看到 为什么前一阶段被乌克兰方面的反攻啊 打的是阶级外退 兵也不够用了 实际上在断巴斯地区 加上哈尔松以及哈尔科夫和扎布罗的地区 可能也就是十万人左右 这个十万人在这么大的战场上 大概啊 宽五百公里 长一千五百公里 这么战线上 这一点兵力肯定是不够用 所以他要增加兵力 不过这次增加的这个兵力 还是比较狠的 因为在这个之前呢 普京宣布过增加十五万人的编制 那个编制兵力是一五兵 加上志远民加起了 那个指令的生效要到明年一月份 原水救不了尽客 而这一次大家要注意 这是征召令 征召令 征来的这些兵员 马上就可以投入战场 不存在你是志愿兵 还是一五兵的问题 来就是打仗的 而且招来的这些人 要么就是在部队服役过的 要么就是有军事战斗经验的这部分人 这说明什么呀 俄罗斯真的着急了 兵员不够用了 而且啊 就是有人统计过哈 最近五年俄罗斯的退役人员大概是两百万 那么现在只征召了三十万 可以说呢 他还有很大的余地进一步增兵 也就是说至少五年之内退役的那些兵 大概两百万 都是能够再重新拿起枪的 这部分人 我觉得在投到俄乌战场之后呢 就可以极大的缓解俄罗斯现在的一个窘境了 但是呢 他有问题啊 因为这三十万人招来 他不能马上就突出战斗 要经过训练的 应急作战训练 不管哪个国家 起码是三个月 那就要看这三个月当中啊 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能不能顶得住啊 顶得住 可能能缓过进来 顶不住 那可能没有用 这是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 其实除了这个兵源问题啊 还有其他问题 比如说 现代化武器不够用 这个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精确制造武器 信息化的武器 现在用的是越来越少 大量的是用普通战争 而在这个动员令期间 要解决这个精制造武器的问题 那三个月半年可能都解决不了 因为芯片不够用 自己研制生产又来不及 这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指挥体制的这种改革 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 这可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通过一个命令 把它扭转过来的 所以啊 我个人认为 征召三十万人的兵力 可能呢 对战场不利的局面呢 有所改观 没有问题 但是呢 要完全实行大的这种反转 除了顿巴斯两个州 还要守租扎布罗瑞 以及哈尔松 以及在其他地方 把丢的实地拿回来 我估计啊 这半年之内都做不到 好 感谢王老师给我们的分析 俄罗斯下一步该怎么走 现在呢 还不明啊 普京的这个做法 它的后果 我们还有待观察 但至少 现在俄罗斯看起来 是真的着急了 好 本期节目 我们先讲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